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开工拍摄画报 面色冷峻气质不改 就连收工都没有太大反应 春节假期逐渐到了倒计时清零的阶段 不少明星艺人也纷纷开工上班 回归到假期前的正常生活轨迹 酷盖王一博也不例外 2月7日,王一博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个开工视频 记录了王一博上班第一天的工作 让粉丝们看到了一个如平凡普通人一样 要回归职场上班的他 开工第一天的王一博气色看上去十分不错 或许是假期休息得很好的原因 重新出现在镜头前的他看上去元气满满 皮肤更是白皙透彻,挑不出太多缺点 相比起上次因为没有休息好 而导致整个人在舞台上出现脸不浮肿发胖的模样 春节过后的王一博显然将自己的身材调整到了更好的状态 不仅没有出现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发福 自律克制的他反而还彰显出一股久违的少年感 整个人看上去清爽帅气 从工作室晒出的物料上来看 王一博身穿某高奢品牌的黑色利领卫衣 手上佩戴着简练的首饰配件 金贵又帅气 看来应该是在拍摄品牌方的画报物料 以便日后做宣传使用的吧 他跟随着摄影师的镜头指挥 不断调整自己在镜头前的角度动作 不时用手脱腮 亦或者是留下一个十分具有安全感的背影 看来哪怕是经历了小长假的休息 王一博对待镜头的敏感度 以及专业度 也依旧没有生疏 除了在镜头前的表现力极佳以外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王一博在拍摄画报时的面色表情 很多明星艺人在拍摄宣传海报 或者是拍摄普通画报的时候 除了会尽力调整自己在镜头前的角度以外 也会跟随动作而变换表情 时而冷若冰霜 时而俏皮可爱 时而温暖如序 而王一博在拍摄画报的时候 脸上却没有太多的表情 更多的是眼神变化 虽然他面对画报的拍摄已经是轻车熟路 但是在镜头前 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清冷感 鲜少露出笑容 全程面色冷峻 气质不改 浑身都散发着一股生人物尽的气场 就连拍摄结束 被通知可以收工了的时候 王一博也没有做出太大反应 只是冷淡地应了一声之后 他整个人的身体就像放松下来了一样 轻轻松松地离开了拍摄地 大部分艺人在工作时 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收工 收工意味着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 不用再接受镜头前工作人员的指导 可以脱离镜头去休息了 从以往许多影视花絮上来看 也能从演员们的欢呼雀跃中看得出来 他们对待收工的喜悦程度 但到了王一博这里 他却有一股看破红尘般的沉稳气场 不急不躁 不喜不悲 熟悉王一博的粉丝们都知道 王一博是典型式面冷心热 他平时看上去不太爱做表情 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但如果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内心或许会高兴到开出烟花 也不一定 这次开工首日的工作 或许是他还没从热气腾腾的 假期里反应过来 所以才会连听到收工的时候 都没有太大反应吧 怎么说呢 其实明星艺人也跟普通人一样 在假期结束后要如约上班 在上班第一天 也会出现一些假期后遗症 而王一博在度过一个春节后 还能维持着比之前更好的状态 这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还是期待他在接下来 能够继续拍摄出更多优质的作品 也期待他接下来继续给喜欢他的人 带来更多惊喜吧